哈喽朋友们大家晚安 今天又是礼拜五啊 上一次去 中正露营区 好热啊 露营完之后 我就觉得有一些东西要买 这几天陆陆续续大货 桌上这么多 其实还有一个啦 但是我想要 今天就把东西开一开 明天呢有可能再把这些新装备 带出去看看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买的些什么呢 目前看起来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项 先从最小的开吧 这个最小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 花钱买东西啊 真的是一种满足啊 不过我买的呢 都是为了 这个录影啊 或者是做影片的时候 比较可以去 解决我的问题 弱的 Lava Lire 2 这个是 就是小蜜蜂啦 上一次录影的时候 我利用一个简单的小蜜蜂 接上这个Rod无线麦克风 来收音 但是还是发现 这个防风的效果不是很好 那这个是Rod最新的 小蜜蜂 我们先来试试看 接接看 看听起来的感觉如何 其实在买这个之前 我已经上网研究过很久了 它之前有一个 Lava Lire 应该是第一代 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呢 还有一个保护的盒子 这个是麦克风的本体 哇 好小啊 这样一个小小的麦克风 要价 猜猜看 多少钱 3330块 就是希望呢 有良好的收音效果 好 这是麦克风 小小的 还有一个防风罩 这个防风罩就是 在骑车的时候应该很有用 再来还有什么 一个夹子 这里也有一个防风 一个海绵 我们不用防风罩 我们用这个海绵看看 好 插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 藏在这边 这样收音的效果怎么样呢 收音的效果怎么样呢 这样效果比较好吗 我自己来听听看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好 第一个开箱的就是这个 RAW的Lava Lire 2的 小蜜蜂 目前看起来收音效果是不错的 再来开第二个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 这里有两个长的 好 先开这个 好 先开这个 Ou Lensi MT44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是用Gopro在录啦 固定在这样一个自拍棒 底下用一个三角形 三只脚张开的脚架 但是我一直觉得它不是很稳 我们来开开看 它这边有一个云台 可以转就可以固定 这个地方打开 好 一打开这边就可以固定手机 这样就可以自拍 另外呢 它这边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丝头 它就可以直接来固定 看你是要固定这个Gopro还是什么 很方便 压下来这样也可以 好 这就是用自拍棒 拍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呢 哇 握起来真的是 有点分量 不过如果真的有时候要自拍的话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我现在是用Gopro的前镜头自拍 好 我们继续开箱下一个吧 那这一个呢 脚架 手机运动相机用脚架 我这次挑的都是这种单支 还有一个这个自拍的遥控器 总之啦 两支脚架都是这样子的 可以随时打开的 转 一样打开 一样的原理啦 这个也是算稳啦 我上一回介绍的那个银灯 有点想要让它用在户外补光用 它有那个四分之一的接头嘛 所以呢就可以这样接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用它来补光看看 哦 还可以调角度 哇 超亮 这样会不会很赤眼啊 补光 真是有趣啊 好 试试看哈 这个色光如何呢 好我们继续来开箱 第三个 这什么 比较小的 这三个 好 上次我有说啊 在台湾骑车啊 白天真的很热 阳光很强 所以呢我买了一个 给我的手机架的一个遮阳罩 因为市面上能够用在这个黑准的 这个手机架的一个遮阳罩 我找了很久了 就看到这个 它是用3M的胶来固定的哈 好 到时候再来安装试试看哈 再来剩下这两个 我们来开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 我的 X妹重机的龙骨包 上一回我发现 我背着那个油拆包在骑车啊 没有下雨的还好 一旦下雨之后 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让它防水 所以我还是决定 在我的这个重机的前面 装一个龙骨包 因为它有防水带 有时候需要放一些随身的东西 就用在这个龙骨包上面 这个就是它的防水带 它里面呢 有一个板子可以装进去 好我们冲冲看 这样装进去就有形了 好 花了一番功夫 把它装上去了 拉起来 这个容量有20公升啊 这里有个防水带 好 再走 固定了 就简单可以防水了 好 可以防水就是 稍微 可以 可以放心一点 这样子 骑车应该会更舒服一点 好 固定的地方 好多固定的点 好 那时候在研究看看它怎么固定 最后一个 各位可以知道这是什么吗 好 好 怀霸风科技 没有错 它就是大疆的Mini 3 Pro空拍机 好 最后呢 还是决定买空拍机 既然要去澎湖呢 当然就是要好好的拍啊 所以 我还是决定买一个空拍机啦 这什么 哦 马票 没有了吧 哇 保护的真好啊 我们来看看这有什么 哎 看得亮一点 哇 DJI Mini 3 Pro 研究很久了 这个是 更多的配件包 有多两颗 长效型的电池 再加上四组叶片 好 这是什么 这是礼物吗 哦 哦 有一个充电头耶 这也是杯带 哇 连强货 好 打开看看 哦 撕开 哇 哇 这么迷你的空拍机 这么小台 哎呀 这是镜头 再来这里面还有什么 哦 我买的是带屏的遥控器啊 不是外接手机的 带屏的遥控器啊 哇 哇 希望呢 可以飞行平安啊 好 把这个装起来 哎 这里还有 这个是 说明书 这是 叶片 螺丝起子 哦 充电线 好 今天应该还没有办法飞上天空 好 哇 这小心 不要摔坏了 嗯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配件包 好 撕开 做的还挺有质感的 哇 这是什么 哦 两颗电池跟它的充电器 应该先充保电 好 两颗电池 in out 好 电池放左边 好 然后 这遥控器放不放得进去 来 飞机应该是放 飞机放哪边 飞机放这边 哎呦 哇 这个 怎么放 哦 这个要很小心 飞机 那遥控器怎么放 遥控器放不进去啊 这字也太小了吧 好 再研究吧 这有两个叶片 叶电线放进去 充电线 哦 还有螺丝起这里 这个线是不错了 这个背带是不错 但是我有更好的 这个 这个是 Tabalogy Tabalogy 我看看 之前买来挂手机的 这个应该蛮好的 上楼 哇 这样 哇 这样如何 希望可以飞行顺利啊 好了 总共买了这些东西 哎呦 怎么掉了 没有挂好吗 怎么就开了 吓我一跳 好 我的空拍机 感觉是一个 有点难度的 空拍机 可能要研究一下 再来飞啊 哦 然后 这次买的 这个 手机遮阳架 啊 然后两只脚架 哦 这个麦克 小蜜蜂 还有 龙骨包 好啦 赶快来研究一下空拍机 看怎么飞啊 希望呢 明天可以试飞看看 好 不是同学 各位朋友 拜拜